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顾到手了 顾不到脚 顾到足 顾不到右 你看到这个团的时候 边右手看右手看看 这个手忘记了 这个单边的时候 边手提的好好的 一提腿一回来 这个时候不要了 这种协调 这个套路上面去练 它可以练得好 不它也练得好 但是它的速度很慢 这个前提是什么 还是你待的时间长 教练能盯住你 能给你纠正 但是你时间短了 半个月以后学一套团 我回去了 你很难挑战过来 因为我们这里 每年很多学生来学 回去了以后 过段时间再来挑战的时候 不法就练变形 所以说这个协调中心 也是在学习过程之中 必须有过关联 而不是走过程